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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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生到很多肌肉很健碩 對於很多人來說 吃番薯是肥的 哪會很健碩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有能力 去將這些番薯裡面的營養 更加有效地轉化成為自己肌肉的成分 就是他們將那些口是拿得很好 所以接著他們就可以吃植物 甚至吃番薯都吃到周身肌肉都可以 這個我很恨有這樣的基因 但是我沒有 等於牛而已 牛吃草的 或者吃菊 牛很大隻嗎? 是吧? 它分解到這個營養 我們說什麼呢?其實就說 現在我們考慮這個古代社會時代的人 其實他們吃什麼呢? 主要吃什麼呢? 我們很長時間都探討了這個問題 講這些古代人類生我們講了很多集 但是當然 我們一些的套版印象 剛才講了 好像餐餐都大魚大肉 就是大魚大肉 很多肉 然後就不斷地拿一些菜來吃 當沙律就算了 就好像講到就是多肉小菜的一個善食來的 而且吃的東西就很新鮮的 有人甚至去推廣這種叫做Periodicic Diet 這種這樣的飲食 但是其實根本上我們說 在我們現在的考古認知上面 我們根本還沒搞清楚他們當時的善食是怎麼樣的 越來越多的證據 給我們更加多的證據看 其實很可能我們這些是土版印象的誤解 如果你看回秘魯的例子 其實你會發覺很多石器時代的人 他們都仍以這個植物作為主要的飲食 而且掌載的那些植物就不一定是耕種出來 很多時候就是大規模野生彩摘回來 摘一些野菜 摘一些野的穀物 將它煮了出來 這個星期的新聞就是從摩洛哥的一個考古遺跡 再次在非洲地方都是考證到 其實就是80%都是在吃植物 只有20%是肉 這樣意思而已 好了 這個是不是他們主觀選擇 還是還是為實所逼呢? 那裡都沒有什麼給你打的 你難道不吃嗎? 主要是吃這些植物 是的 這裡你又要講一下 很多時候就是為實所逼 如果很快地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更加有興趣的就是 我們怎麼去知道這件事 其實你說去考古知道那個膳食 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多少東西可以留得低給你看得到 它吃肉我們反而是比較容易知道的 知道為什麼嗎? 那些骨在那裡嘛 是的 就是我們畫漫畫都會這樣說的 那些古代人吃完之後就有整塊骨 可能你看到整隻全羊留了一個肋骨在那裡 吃完之後 接著有些說卡通的就要畫到那個羊骨的頭骨 都有一個交叉標誌在那裡 就是那些羊死了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如果它那個古代的這些人類 它曾經有過吃肉的習慣呢 是由那些骨那裡 有些動物的骨你就會找得到的 所以你說考證那些尼安德塔人 它的山洞裡面除了有人骨也都有動物的骨頭 另外就是你吃海產有那些貝殼留下 你就知道它吃過海產 那其中一個就是跟香港有關的 就是今時今日你說的 屯門哈羅公學和他旁邊那幾個那些這樣的樓盤 那些所謂貴價樓盤 曾幾何時有考古為止 香港還是石器時代的考古遺跡 裡面其中找到就是去大量吃貝殼的 那些多數是那些蜆和那些屍堪殼來的 那就是它們吃完採集一起就丟在那個洞裡 就埋了這個意思 那它這些就是它們吃過這些動物的東西 我們就由它那個骨落枝架的結構就可以找得到 反而吃植物呢就比較少的 因爲它本身你如果植物尤其是它吃得的那個部分 它消化得到 所以它腐爛得到 所以經歷了一個這麼長時間是留不下的 那好了 在秘魯那個的考古呢 其實它們就是曾經我們都介紹過的 是由它們的牙齒的圍骨 和它們牙縫 甚至乎它們鑄牙的那部分 就知道它們有個鑄牙的情況 就大約知道它們吃的東西的糖分是多高 還有它有得鑄牙 就一定是由那些孔 那些孔孔那裡留下來的那些食物的殘渣 你就知道它們是來自哪一種的農作物 所以我們知道呢 秘魯它們的那些瑪雅文明 就大量去吃這些這樣的粟米類的 這些這樣的穀物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考證到 那這次在摩洛哥那裡呢 摩洛哥那裡如果說的是石器時代 就沒有純化得切這些這樣的粟米類的東西 它都有一些叫做 是一些叫做粟米的軟組 但是就不是好像今時今日 看到一行一大棵 然後很多粒很漂亮的粟米 就不是這樣的 它都有很多這些叫做 肉熟鼠這些鼠類植物的軟組 還有很多我們今時今日就是 那些叫做Cereal 就是你說的那些粟米片 就是總之那些穀物的這些這樣的 你說的那些叫Octs 就是粟米這些這樣的 不同的那些五穀雜糧的那些這樣的野生品種 其實在摩洛哥甚至乎一路散落 整個這個中東地帶 是很多這樣的植物是散落了在那裡的 就是這個CNN這個的報導 它是來自一個自然期刊的研究的 那我覺得它那個方法值得去介紹一下的 它第一 它既是會用到它的牙齒 和牙縫 裡面的那些食物殘渣 來企圖去化驗裡面的DNA 但是這個不是最主要的方法 它最重要的就是找到 它幾種元素的同位素 其中一個就是用到星 就是ZN這種這樣的元素 另外一個元素就是Stronium 另外一種的金屬元素 然後再加上我們既有的碳和氮 它裡面的同位素來做的研究 由碳的同位素研究 我們就知道它離開我們今時今日有多遠 由氮的同位素研究 我們都可以知道 除了知道它離開我們多遠之外 就是時間有多遠之外 還可以知道它這些淡是本身的 大約的來源在哪裡 蛋白質是有淡的 所以蛋白質你就知道 這種蛋白質應該 這些淡是來自它吃的蛋白質而來的 我們人就沒有辦法直接去吸淡氣 來把淡氣轉化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份 植物是有能力去做這件事的 那它的原理是怎樣 這些我們以後再講 但是人類之所以身體上有淡 就是因為我們的淡是由蛋白質而來 就是我們吸收了蛋白質 然後身體上有淡的元素在那裡 而這些星和Stronium 星我們知道在紅肉裡面有很多的 但是同時間在杏仁 在很多的Nux裡面也有的 那Stronium也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對於動物植物營養學熟悉的人 他們就很聰明想到一個辦法 我們就知道動物它擁有這些星和Stronium 這些元素和這個植物 他們擁有這些元素的機制上是有不同的 所以令到他們身體上 累積到他們同位數的比例是有不同的 到我們這件事就成為一個痕跡、一個證據了 所以我們吃得肉多 從肉到吸收到的那些星 和從吃Nux吸收到的那些星 雖然都是同一種化學元素 但是那個同位數的份量就會有不同的 從這裏的分別就留下了一個方法 讓這班學者去考究 究竟這班在摩洛哥的這個步驟裡面 他們這班人是吃那個齋和吃肉的比例 竟然就可以由同位數的測試研究去找出來 我覺得其實整個研究最精彩是這個位的 我們之前也說過就是那些牙縫 DNA 牙縫裡面的殘渣 那些由它的微生物殘渣 或者是由食物殘渣 你可以考究那個是什麼植物 這樣我們就覺得 這是基因分析技術的進步 就令到我們去做到這樣的考股 但是這次我覺得更加精彩的就是 也都是因為在摩洛哥這個考股為止裡面 流下來的那些圍骨是特別多的 因為他們是屬於一個比較 就是都比較近現代的 新石器時代的一個族群 他們是一個習慣的 他們就會將他們的先人圍骨 全部是埋在一個山洞裡面 所以呢 他們是一個很大型的 有武藏習慣的一個族群 所以一起 起到他們整個墓室裡面 有很多的圍骨裡面 就大量這樣的樣本 而且還可以做一個比較大型的分析 就知道他們無論是小孩子和大人 他那個膳食的那個比例 有多少齋有多少是肉呢 直接計算了一個數字出來 就80、20比例 就只有兩成是肉 就八成是齋來的 好啊 如果你是主要是吃齋的話 你牙齒的形狀會不會改變? 在這裡就沒有什麼去考證這件事情了 因為其實呢 你在動物來說 你就會發覺有個改變 但是你對於人來說 他是有能力自己去將一些食物去預製的 他可以將一些是磨爛的 其中一個他都有找到的一個證據就是說 你很多時候你吃那些 你吃肉你可以將它切細 撕細給小孩子吃 將它煮熟撕細給小孩子吃 是不是? 甚至乎你以前的人都會弄工具 懂得剃碎的東西 弄肉泥、弄肉碎 是有這種概念的 植物它都有的 都會煲粥的了 其實 這個煲粥的東西 你都不可以說只是某一個民族去發明 其實個個文明都有能力 就是給水 透過去煲水 將那些穀物去煮爛了 煮一個糊糊出來 甚至乎他考證到就是說 對於他們這個族 在摩洛哥的族群 基本上那些嬰兒 是由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已經開始是給他們去吃 這些大人煮這樣的粥仔 對於我們今天來說很合理 但是其實我們是有能力知道 就是由他們當時有些是腰節了的寶寶的圍骨 基本上也都找到就是 有一些寶寶已經是 過了某一個月份 他們就已經是 不只是吃人奶了 就已經是吃一些 已經是有些似乎是由植物煮出來的 這些這樣的粥仔 這些是一些不是由耕種出來的穀物 只不過是由野生採集到回來的 這些這樣的 這些五穀雜糧的野生品種 就將它煮成一個粥仔糊仔給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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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就是人類的煽食 所以這次《自然期刊》都有留意到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型 破除了我們對於這個叫做石器時代的飲食 現在可以說就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答案就是 其實主要都是吃採集回來的柱糧和植物或者果子 但是其實肉就相對只是佔它們一個比較小的部分 好 我們完成了四節科學生之外 接得回來的就是科學回憶 2022 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在《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手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神秘的夜》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神秘的夜》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有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阿企圖 我來那次,對不起